鼓励学生彼此学习在良性竞争中互相成长 朝阳科技大学连续三年和上海剑桥学院进行交流切磋 这一次以包装设计还有室内设计等课程为主 去年到上海展出精彩的作品 这一次换在台湾展览 而老师们也表示 透过这样的交流学习 让学生彼此补足 双方都会议良多 不论是商品的包装设计广告内容的展现 还是一旁针对室内空间所规划的精美设计 丰富多样的作品在墙上一字排开 物丰朝阳科大和上海剑桥学院两校携手合作 举办这场商业空间和包装设计连展 大陆的一个设计风格 还有我们朝阳科技大学的学生的一个设计风格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另外从作品的内容上来讲 还有作品的形式上来讲 也都有很大的不同 下方表示 和上海剑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合作已经第三年 这一次以包装设计以及室内设计等课程为主 透过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 希望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台湾的学生如果都没有出去 他不知道外面到底现在的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也不知道外面的学生整个进步到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学生能够有机会就出去走走出去看看 朝阳过去一年送了一千多位的学生 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回来之后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生他就会有影响 他到外面看到了些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次的展演里面 他们可以看到四传的作品 可以看到别人的室内设计的作品 他们的进步的情形 或者是与我们之间的差异性 他就可以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继续提升 老师也表示 在技法上 上海剑桥学院显得扎实 但在创意表现和活泼度上 朝阳学生则是略占优势 主要透过这样的学习切磋 让学生看见自己不足的地方 同时也能够看见他人的强项 不论在文化或专业领域上 都有增加视野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